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个今天有好介绍 是我朋友告诉我 这个是最适合秋冬开始饮用 对肺部很滋润又会清热 如果有咳也可以止咳 没有咳也可以预防咳嗽发生的 罗汉果杏仁茶 听名字都要知道 这里会有罗汉果杏仁 材料罗汉果四分一个 杏仁有两种 南杏需要10克 北杏需要3克 陈皮需要2克 还有两种叶 一样叫做龙利叶15克 琵琶叶也是15克 水需要10碗 这里的材料 是全是干品 下判果 你把它拆开4分1 略为把它们撕碎 让它容易出味 那杏仁和陈皮 那些当然要洗干净 他在陈皮掠泡 杏仁也是浸泡一下 因为比较硬 而龙利叶皮牌叶更加要洗干净 晾一下才一起用10碗水 大火煮滚后 然后用慢火慢慢煮至大约1小时 剩下2碗半 这样就可以饮用 那怎样饮用呢? 其实这是我朋友的朋友个案 这位女士很年轻 她28岁就开始喝茶汤 她说每天煮完大约有2碗半 她就带1碗半回去公司喝 另外那些就放入暖杯 放了工回来 她就喝了才去洗澡吃晚饭 她说这个效果十分好 因为喝了之后 她不会皮肤干燥 咸唇又爆裂 又口干 又会眼睛又好痴 又或咳嗽 全部这些症状都很少出现 所以她说效果真是很好 达到清热止咳 润肺清肺 如果你有咳嗽 这个当然可以帮帮你 如果你没有咳嗽喝用的话 作为一个保健,效果也很好 能够令你整个秋天冬天 都不会说口干,喉咙痕痒,咳嗽,嘴唇都会爆裂 完全没有这些情况出现 这位女士已经饮了四年 她期间介绍很多朋友工作的公司同事 大家饮了,效果也很理想 所以我的朋友就提议给我 她说这份量只是一个人的饮用 有机会可以多煮一些来饮 因为她们说工作繁忙 没有时间在家煮老火汤 偶尝放下长假才煮一次半次 但是她喝这个罗汉果水 就完全没有汤水滋润的情况出现 所以希望大家值得试试 特别酥饰的朋友,这个很滋润 而且没有肉类 所以很适合她们饮用 但是再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 如果咳得比较严重的话 有一样药材可以加进去 就是清天葵 这个像野草一样 但是是十分贵的这个药材 你买了它回来 你要洗得很干净 我洗的时候 就像人家搓衣服一样搓它 去掉那些脏的东西才来煮 但是效果是十分显著 因为我们家自小 我妈妈都有严重的咳嗽问题 时时都是煮农利叶、琵琶叶、清天葵、杏仁、蜜棗 这几样东西煮 她就已经喝了是很舒服 是很好喝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特别咳嗽的需要 作为一个补件 不需要用清天葵 如果你现在有很严重的咳嗽 想说舒缓一点 加上清天葵 你就会很快有见效的了 希望这个特别适合秋冬时喝的茶汤 可以帮大家有一个愉快的秋冬 不会说唇肝蝎裂 又咳嗽到出不了声 多谢你们的收听